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回到伊威學堂,今天是2021年11月13日 2021年已經到尾聲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有關無本位貨幣制度50年 1971年發生的影響著過去50年世界經濟和政治的重要決定 類金本位的制度過渡到一個無本位的貨幣制度,今天就準備了一篇文章 準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回顧一下過去50年或者甚至乎是過去200年有關金本位制度的起伏 然後最近的50年進入到無本位貨幣制度所發生的重要的歷史事件 這個無本位的貨幣制度,我們英文叫Fiat Money 那個貨幣的錢本身就沒有任何的實質的貨物支持的 那就無本位了,唯有的就是信政府會承諾那個貨幣有價值而已 這一種無本位貨幣制度其實在歷史裡面幾千年來 在不同的中西文化裡面都曾經出現過,而且每一次都沒有好下場 我們今次這個無本位貨幣制度,今年踏入50年 也算是半個世紀,所以應該要回顧一下 在這50年裡面,大家都有印象,有幾次重大的經濟危機 都是很多銀行央行在這50年裡面都透過不同程度的增加貨幣供應去應付經濟危機 我想最大規模的就莫過於2008年的國際金融風暴 和2020年到現在仍然發生的世紀認證大流行 例如我們用美國聯儲局做例子,我準備了一幅圖給大家看看 就知道在過去這20多年裡面,有這兩次的重大國際危機 美國聯邦儲備局總共增加了多少貨幣供應 這幅圖一看就嚇死人了,就是說 又2008年前的美國聯儲局的資產 變化到最新的數字 現在差不多是85,749億美元 就是8.6個T 這相差兩次的重大事件 是令到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資產增加了7倍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沒有了本位制度之後 銀行、央行就可以有這種無限制去增加貨幣供應 當然好那方面去想就是有很足夠的彈性 可以去透過無限量寬去增加貨幣供應 去應對當前的經濟危機 但是壞的方面想就是當錢濫發就變成不值錢了 通貨膨脹自然就會出現 如果錢去了股市、樓市 那就變成不流於股市泡沫 還有樓價難以負擔 是我們全世界大城市面對的共同困難 那如果那些貨幣去了食物 或者一般的生活必需品 那就造成超級通脹 事實上在歷史上 都有很多這些是因為濫發貨幣而造成的 重大通貨膨脹、超級通脹事件 因為那個邏輯很簡單 你想想如果貨幣供應沒有了制約 那就會產生一種叫做道德風險 就是說反正有危機也不怕 有危機你就會增加貨幣供應去應對 每次都可以這樣解決 所以就出現一種就覺得造成危機 都沒有任何道德的責任 所以就變相鼓勵更多人 是沒有更大的險 而沒有任何後果 所以就越造越多 越造越大 這個危機就形成惡性循環 這個邏輯就很清楚 而且在歷史上公外都看到 就算最近期的在70年代 就是今天的主題 取消了雷金本位的貨幣制度之後 其實就出現過一次全球的嚴重超級通脹 最後是要不斷加高利息去壓止 帶來也有不少的陣痛 所以這次其實大家都看到疫情的關係 全球央行都增加了很多貨幣供應 甚至乎可以說是打破歷史紀錄 現在似乎後遺症慢慢就浮現了 通貨膨脹率急速地上升 究竟這次又會不會變成一次超級通脹呢? 這個就有待揭曉 但是大家已經看到 加息的聲音是此起彼落 美國聯儲局已經是放風 會有考慮加息 紐西蘭央行更加已經在上個月 是率先加息的了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這種無約束這樣 可以不斷增加貨幣供應 令到投資者或持有這些貨幣的市民 是有擔心的 這個在近年就出現一種 新興的所謂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 大家可能經常都聽說 比特幣這些加密貨幣 就大行其道 越來越多人去投資在這些加密貨幣 這個加密貨幣的兩大重點 正正就是應對有關貨幣的無約束 所謂無管為貨幣制度 因為加密貨幣是去中心化 即是沒有央行 也都是有限量的 即是你不可以濫發 所以這兩種特徵正正就是加密貨幣的最重要的關鍵 這個也反映市場對於無本位貨幣會貶值的憂慮 所以就會找這些投資的工具去保護自己的財富 歷史事件我們就可以由古典金本位制度開始講起 這個金本位制度其實是與國際貿易的關係非常密切 金本位制度其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 因爲有國際貿易而衍生出來 政府於是自我約制的一種貨幣供應行為 因爲在國際貿易裏面 即是各與各之間 你說我們要交易 那你又不會信我的貨幣 我又不會信你的貨幣 唯有我們就要找一種 雙方都有信心的 有本位制度的貨幣 所以過去幾百年 國際貿易興起 就出現了金本位制度 我們在交易裏面經常都說 真金白銀貨幣 就是華為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那一定要是真金白銀 所以就是說要信一個貨幣 關鍵是黃金才是有銀糧供應 所以就不會讓你騙到我 而且都很容易就現場交收 我們知道黃金的真偽 又不怕你造假 所以你會見到過去幾百年 在國際貿易裡面 即是說1971年前 大家如果想在國際貿易上高 做贏家 那你就一定要有一種有公信力 和不能夠濫發的貨幣基礎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 金本位制度會在19世紀初 隨著國際貿易的輕盛 而在英國實施 英國最早在1816年 就是制定金本位的法案 而德國就在1871年實行金本位 所以到現在差不多是150 但是古年金本位制度實行了大約四十幾年 就遇上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的世界大戰 就導致這一次的古年金本位制度打架 原因很簡單 凡是打仗 就需要大量的財 那些政府如果參戰 那就不夠錢用 如果他們想很短時間 用很多錢去增加軍備 或者出糧響 那很多時候就不想有黃金的約束 所以就會有個誘因取消金本位 那他就可以隨意地增加貨幣供應 那他自然就可以給到更多士兵的糧響 可以買到更多的軍備 那這個其實長遠來說都是自欺欺人 那其實就是貨幣貶值 隨後就會出現 那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戰爭 而導致金本位制度會崩潰 那加上戰爭期間根本都做不到什麼國際貿易 那所以原本這一種自我約制的貨幣供應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時候會出現 戰爭出現就取消金本位 有趣的 戰爭完結了 那些政府又會重新想有本位制度的貨幣 那這個原因很簡單 你在戰爭的時候 就剛才說 為了打贏仗就濫發貨幣 造成嚴重通脹 那市民就開始對那個貨幣失去信心 所以你要挽回那個信心 你就唯有怎樣 就是重新建立一種有約制有公信的貨幣制度 加上戰後就想有經濟重振就會開始國際貿易 那在國際貿易就一定要有一種可靠雙方有互信的貨幣基礎 所以有本位制度的貨幣就最能夠恢復國際貿易的互信 那所以這個就解釋了為什麼一戰之後就是本位制度 金本位制度的貨幣又再度登場 那但是時間也都不太長 因為是預著1929年的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那這個大蕭條 於是就嚴重的經濟衰退 那經濟衰退 今時今日就不用解釋了 因為我們經歷了這兩次的嚴重經濟衰退 其實全球央行的解決辦法 都是只有一招 就是我們廣東話說的銀子 我們用經濟學的術語就叫做增加貨幣供應 但是也不夠倍營倍升 那大家一說引銀子就明白了 雖然我們都知道不是真的可以印那些銀子出來 你在電腦打個按鈕 加了幾個零 那就已經增加了貨幣供應 這個是央行神奇的法寶 但是我們用印銀子 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增加貨幣供應 就去解決經濟衰退 因為你怎樣令人肯花錢 那就是說 當他發現錢很快會貶值 那就不要那些錢 快點把它花掉 換了一些有價值的貨幣 那這種方法 今時今日大家很容易明白 因為已經有親身經歷了 但是在1929年大師爹的時候 當時就沒有這種經濟邏輯 加上有金本位的制度的限制 就是說你想增加貨幣供應刺激消費 不行啊 你沒有黃金 沒有黃金就不能增加貨幣供應 所以當時也都是促成 各國的政府放棄這種金本位制度 因為大蕭條是必須要馬上去刺激經濟 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我們看到一戰之後的金本位制度 很快又停止下來 即使大蕭條完了 1939年 但是又進入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在戰爭期間 又是政府急需花錢 更加不會同身設定這些 會約制自己增加貨幣供應的貨幣制度 所以一路就直至到二戰結束 這個就是重新再出現的雷金本位制度 這個當然很出名的了 我也都說過很多次了 大家應該都以熟漫長 我們叫做布雷敦森林協定 或者有些翻譯叫布雷敦森林協定 Brandon Woods Agreement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 是差不多到尾聲 1944年的7月的時候 就已經在美國的布雷敦森林 就開了一次44國的重要會議 所以你會看到剛剛完戰爭 他們第一要做的是什麼 馬上開一個處理國際貿易和貨幣兌換的制度 可以反映這兩件事對國際是多麼重要 以及這兩件事對國際貿易和貨幣兌換 互相的關係是多麼緊急 要在同一個會議 大家坐在一起 一次過談這兩個關鍵的議題 這個會議最終就是促成了兩件重大的事件 包括較早前討論過的就是促成了關貿總協定 大家看到1948年就成立了GATT 這個關貿總協定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的世貿的前身 所以你會看到世界貿易也是在這一次布雷敦森林協定裡面的一個重大協議 但是更加重要今天的主題就是講當時的第二項決議就是決定了一項 叫做雷金本位的國際貨幣兌換協議 那麼這個雷金本位的協議 簡單說就是大家就用美元去做國際貿易的結選 你相信美元 但是美國就承諾以一個固定的兌換率去兌換美元的黃金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類似金本位的制度 但是就不用用黃金交收了 就用美元交收 因為美國當時是全球二戰之後最多黃金的國家 所以就相信他 他就有一個承諾 由於一個固定的兌換率 所以你拿到美美金可以去換黃金 所以又是一個類似金本位的制度 所以從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世界又回到一個類似金本位的自我約束 所以就帶來了二戰之後的一段迷景 國際貿易又進入了高峰 但是正如前面的幾次歷史的經驗都告訴我們 凡是你長期缺錢 那你就會有個誘因就想取消這個金本位的了 這個情況就在戰後30年在美國就正正出現了 因為當時就出現一個長期的貿易逆差 那就是美國買外國貨是遠遠多過外國買美國 那如果有金本位制度 你不停地這樣有逆差 其實就是你的黃金就不斷地外流 人家用美金來換回你的黃金走 所以留下留下留下黃金走之後 你就沒有了貨幣了 那你就買不到盡量貨 所以就會有個動機就是 不如取消它 這個就發生在1971年8月15日 距離現在就是50年了 所以這個1971年是決定了我們過去50年的世界的運勢 所以這次是中國人也看到為什麼這麼多經濟危機 都是和取消了金本位制度有關 那麼在1971年取消了美國原本承諾的 美元和黃金的兌換之後 其他國家就相繼都宣佈是匯率自由浮動了 也都在1973年就正式傳統進入一個 一個無本位貨幣的貨幣 事實上這一次就是引發了一次都幾嚴重的超級通脹 後來就是要不斷加息的 所以大家如果年紀夠大 曾經經歷過70年代高利息高通脹的時期 大家應該都是幾億人的 那麼這一件事也都看到我們近年樓價和地價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飆升的情況 都是和貨幣沒有了約制 取消了金本位的制度 哇!取消了金本位之後 黃金是不是就沒有用了?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給大家看這幅圖就知道 始終大家都是覺得黃金是有供應限制的 所以大家在這幅圖裡面看到 就是1971年前其實那個黃金價格很明穩的 當時的承諾兌換率是一盎司35美元的 但是一在71年之後取消了 製造的鋁金本位制度就見到大幅飆升 然後就2000年的千年蟲 911事件 到2008年的國際金融風暴 以至到最近發生的世紀疫症 都令到黃金的價格一支箭飆了上來 大家可以計算一下那個升幅,由35美元一盎司升到現在是1800多,曾經升過2000美元一盎司 這個就是看到你取消了那個本位制度,但是那個價值呢,大家就是用黃金去反映他們對無本位貨幣的貶值的優勢 當然最尾的總結,我也是想說,我們並不是說一定會有這個循環,一定會回到黃金本位 因為很難說,科技的發展,你會見到現在是出了蜘蛛幣,甚至乎未來的科技會有一些更加好的貨幣 但是裏面的邏輯和原理其實是相似的,在歷史事件告訴我們 當你想令對方有信心,有互信,從而願意跟你貿易 那你就要自我約束,要限制那個發行量,制定一種有公信力的貨幣制度 那你可以增強那個國際互信,那就可以促成更好的國際貿易 但是每次都是有危機爆發,或者那個政府洗大了,急需要錢,或者打仗 那他就會有一個誘因想放棄這種自我約束 希望可以任意增加貨幣供應,給我一個權力 那我就可以,美其名就是用來解決經濟危機 但是實際上這個就取消了自我約束,然後就變成無限的權力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權力就令人腐化 所以有了這個權力很多時候就會濫發,那個貨幣就造成貨幣貶值 超級通脹,最終就是市場對那個貨幣殺去信心 這些這樣的災難事件,其實在歷史上都是被介紹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循環,其實本身就是兩者經常都是循環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實際上都不知道管衛制度將來會如何 也不知道無管衛制度是否就可以不停繼續下去 50年對歷史來說是一個好點的日子 所以可能還要長這些時間 但是正值今年是無本位貨幣制度的50年 我們一起回顧這段歷史 好,今天到這裡為止,拜拜